我们佛光人如何把这种共生共荣的理念 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甚至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是很重要的 多达50位泰山干部 日前参与本山泰山区督导会长干部座谈 佛光山常务副主席会传法师 就以世界大会提出的共生共荣为主轴 勉励佛光人 而这场座谈 精英干部也与大家分享宝会经验 其中职场做好一件事 为不少人的习惯 在佛光会则要做法变通 这个时候会长你就要知道 这个我们佛光会 它那个很重要的 这个完成活动的一个原则 就是集体创作 透过座谈 佳山干部彼此对于佛光会组织运作 经验传承 会晤发展等 融合各层级干部互相关怀 达成共识 培养中风思想 结论在于 碰到所有的困难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唯有让我们的修行改变自己 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透过这两天一夜的干部公事营 除了能够凝聚公事 培养我们的中风思想 也让我们的新任干部 对于佛光会的组织 会晤的推动 能够有更深一步的一个认知 以座谈让干部之间彼此凝聚共事 运用变通方法 让弘扬人间佛教会晤推动 更显著力 人家微信黄国中高雄才能报道 里面的距离 方黄国中高雄才能报道